你看很干净,而且超级宽敞,还有24小时供应肉水,特别特别的方便 感谢建设者们,谢谢你们把这里建的这么好 我还听说好多人住了都不想回去了呢 我还剪了 他在这医院里面好好待吧 看我旁边这个视频就能够让你感觉到啊 方舱医院是多么的美好啊 我在方舱休息的特别好 我今天起来鼻子也不塞了,咳嗽也不咳 哎呀,鼻子也不塞了,咳也不咳了 下面一句啊 感觉比我生病之前更精神的 他这个咳嗽这个病呢,确实好了 鼻子这个病也好了 他这个精神现在出问题了 走,我带你们去逛一逛,看看我们生活的环境好吧 身后最大块地方呢,就是我们平时休息睡觉的地方 然后主要活动也是在这块区域 虽然你不能去跟那个五星级酒店比较对吧 但是你看很干净,而且超级宽敞 平时走走路啊,山上布啊,这条路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非常大 那我身后这条路宽啊,像走在马路上一样的 这边是我们洗漱的地方 很多人还会在这里洗头啊,洗衣服啊 就特别有生活气息 我以前住的老房子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供应热水 特别特别的方便 对面就是整整一大排厕所 哎呦,一大排厕所 他认为这个是很美好了 或者说在一个地方洗头 他认为很美好 这人的生活水平真的 诶,这真的是中国有进步啊 因为这个厕所它是有门的 他还有一个开关 在我小的时候小学啊 我们的农村厕所是没有门的 以前的人共用一个厕所 啊,真的在那里瞎说八说 吓人了 那你怎么不说一个厕所几十个坑啊 而且这些厕所里面都打扫得很干净 就一点都不臭 我还看到有炸白 一直会用水去冲那个地 对,然后我还看到很多朋友 关心我们能不能洗澡 给你们看 叨叨 看到后面的字 淋浴间了没有 这里全部都是我们的洗澡间 厉害吧 不过我还没有进去洗过 因为稍微有点害羞 随便开一个给你们看看 有连风头 热水机 还有小椅子 这不是都挺好挺方便的 哎呦 感觉是难民了 真的是像中东跑到欧洲的难民 拘留中心 我以前住的老房子 还没有这里条件好嘞 都不知道有人觉得不好不好在哪里啊 感谢建设者们 谢谢你们把这里建得这么好 我们很满意的 我还听说好多人住了 都不想回去了呢 我的天呐 我的天 这人已经精神有问题了 他身体倒是没问题 精神已经出问题了 最后再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工作台 这个护士站望 他们 你看看 党籍还在后面 都出去都忙了 看到没有 真的很忙的 你们以为他们在这里 只要照顾好我们这些病人就可以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除了照顾我们之外 还要做打扫 还要做搬运工 还要给我们放饭 什么乱七八糟 他们都要做 真的太伟大了 你们想想看 人家可是用白银天使的手 在跟我们做田螺姑娘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人 你不要动不动 闲戏这个闲戏那个 那么多人拿自己这么多的时间 来帮助我们 你还不满意 你不满意 你去国外看看 看看有没有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多好的人来帮你好吧 国外有个地方 美国的监狱应该是这个水平 他在这医院里面好好待吧 方舱在方舱里面好好待吧 他已经把方舱注出了 有一种在豪华moteo 或者hotel豪华那个地方 他在那个方舱医院 那个这么小的洗澡间 他怎么吹头发了 另外他的衣服挂哪里 他要有一个换身衣服 这怎么搞 还有他的气味怎么处理 这个厕所啊 另外还有洗头的 你看到视频 洗头的在外面那个洗头 哑不哑关 我主要担心的脚臭怎么办 各位有没有在方舱医院住过呢 能告诉我脚臭怎么解决 因为有的人脑流汗啊 你要几百个人 一千个人住在一个 大了一个空间 脚臭怎么解决 这能臭死人了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更新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说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我们下集中的